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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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学生们 形容这个动作 叫做剪刀 其实它是有名的 它的名字叫做 Hand Overhand Technique 或者简单来说 叫做Hand Crossing Hand Crossing Hand Crossing 值得注意的有两样 第一点就是 当我们去快速运动 快速去Cross 的时候 我们要尽量避免 那个时间上的 时差 好像这样 是有时差 这个要Cross 都需要时间 但这个也不是理由 我们一会儿要解决 这个叫做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 在高速行驶的过程中 我们要减少弹错音 就不可以这样 哎呀 哎呀 这些弹错音也不可以接受 我们都要解决 好了 那我们回到第一点 那我们就说 如何在Cross 当中 不要有Delay 那我们就要看我们的手指 原来我们去Cross 的时候 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动作 就是我们Cross 的时候 是尽量低飞 低一点 那大约可以越过另一只手的高度 就已经可以了 好像这样 慢慢过来 你看看 慢慢过来 越过另一只手就可以了 那我们就不用做一个 弧形的动作 这个就飞得太高了 那我们飞得太高的时候 当然就会制造出Delay 所以第一点 记得就是要低飞 好了 第二点就是 我们弹下来的时候 弹开要飞的时候 究竟那个动力是哪里 整只手 究竟是哪个负责 动的 是负责飞的 很多人都觉得 应该就是这个shoulder 这个shoulder 带着这只手飞 其实是对的 但都是对一半 其实我们那种 弹力是出自于手指的 在哪里 就是原来我们的弹力 要弹的那一刻 这里 当你要飞的时候 那一刻 是需要手指的推力才行 我们推完之后 在这个半空中 先叫这个shoulder 带我们飞去我们的目的地 所以我们的动力 是有两样东西的 首先就是手指的弹力 再加上shoulder 如果你的shoulder 带它过来 那这两个动力 加上 才可以有这么快的速度 就好像这样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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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弹过去 那这个就是手指 加shoulder的力 那就可以加速 我们的crossing 第二个 第二个就是 我们如何防止 不要弹错音 就是尽量不要弹错音 很简单 就是说 当我们弹 这个crossing 的时候 我们的 这个 手指 即是要cross的 手指 要反飞飞去 那个目的地 然后在那边等 先等 那之后 我们要touch 那些音符 先 我示范一下 好像这样 好 好 那我已经在那等 好了 记得 全部的手指都要等 对 就是这样 这个 这个 全部都在那 全部都是放在那 所以 就是说 我们知道 原来我们飞来飞去 虽然好像很快很快 很快的速度 但是我们的手 原来 要cross的 那些手 原来一早就要到先 这样才可以 减少 这个弹错音的机会 好吗 好了 那今天就介绍 这个hand over hand 或者是叫做 hand crossing 的这个technic 给大家知道 大家记得 要好好地练 好吗 好了 今天就到此为止 我们下次见 拜拜